这就是全球最大的10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转子 高4米 直径16.2米 重达2100吨 今天的任务是把它从组装工位 转移到地下厂防吸头的1号机组的机坑 并让它与机坑中的推力酬成准确对接 执行这次任务的核心人员就是田德梅 今天是百万千万转子的调查 任务非常的艰巨 胖猫 小孔 上1号车 田德梅和他的小组平时操作的轨道桥机的最大起重量是1300吨 今天的转子重量达到2100吨 当然 面对这个问题不会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想办法 在地下厂防设计之初就确定了使用两台桥机并连吊装转子的方案 这样一来 在其他时间 两台桥机就可以分开作业 提高效率 有了事先的周全计划 上午10点 两台1300吨的桥机完美地合成一体 两台桥机的控制权汇总到田德梅手里 作为白鹤滩厂房排名第一的大车操作员 田德梅的驾驶舱汇集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11点整 2100吨的转子慢慢起升到5.8米的预定高度 接下来就是距离超过330米的平移 为了达到最佳稳定度 整个过程花费超过50分钟的时间 12点 转子到达一号机组的机坑正上方 接下来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发电机定子与转子之间的缝隙越小 磁力线切割 产生电能的效率就越高 百万千瓦发电机组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为5厘米 对于直径16.2米的转动部件来说 这已经是极限 转子与定子之间只有5厘米的距离 它们之间绝对不允许任何程度的接触 但是打到任何特别人 就五通之间 到这么了 いる 真正俩 订问 只问 INGS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由16台百万机组转化为浩瀚电力输往华东沿海 但是要保证这16台机组稳定运行并不容易 每台百万机组以每秒548立方水流 以接近10米的流速进入窝壳 如果百万机组一旦因故停运 随惯性前行的水流在受到物体的阻挡后 便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反向冲击力 专业上又称水锤效应 河海大学是中国著名的培养水力人才的高等学府 这里的饮水发电系统模型 测试出百万机组一旦停运 反向水流撞击的力度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像白鹤滩这样大的水锤效应 有可能毁坏我们的机组 造成水淹厂房的事故 从我们设计的角度 应该要考虑到所有的极端工况 保证电站的安全运行 进入 杨飞 白鹤滩水电站为水调压式设计工程师 他的团队正在寻找释放这股强大水压力的方案 最高最近有浪的鱼度 基本上已经考虑到了 我们在地下开挖洞时的难度 我们最终选择的是一个 48米直径的圆筒型的方案 好 蔡老师 可以做甩覆客实验了 三 二 一 开始 记录 最高到111 上次的回流回来了 有一定的波动 总体上在最高的表格红水围情况下面 我们尾条的鱼度还是足够的 总体上还是安全的 通过多次模拟验证 杨飞团队把尾条式的最大尺寸 确定为直径48米 高122米 同时 为了应对白鹤滩的高地硬力 尾条式的形状设计成圆筒穹顶式 如此巨大的圆筒尾条式 世界上谁也没有建造过 更何况是在高地硬力 地质条件复杂的白鹤滩 超大跨度的设计 到底能不能实现 你看看这个石头 相当老货 陈之焕带领的施工队伍 闪长地下洞室开挖 在业内赫赫有名 白鹤滩的围水调鸭市 是他们到现在为止 遇到的最棘手的挑战 这两个方案 开挖施工过程当中 它容易形成一个大的空间 我们支付时间比较长 钻孔方向对我们的平整度也好 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我的意见就是采用方案三 作为实施方案 施工队从交通中导动 首先到达穹顶正上方 然后开始像切西瓜那样 层层往下开挖 为了防止穹顶掉块 它们必须一边开挖 一边支护 但是随着开挖面积增大 底硬底释放也逐渐加剧 在这只挖空的西瓜壳里 随时有塌落的风险 杨飞和陈之焕 在穹顶上方三十七米处 再打了一条隧道 它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 实施由外到内的吊顶支护 拉住巨大的穹顶 这些密集排布的毛杆 会把穹顶扎成刺分 毛杆要如何安插角度 才能准确避开毛锁的位置 一定要确保在设计的偏差范围内 这个超大的圆筒穹顶建筑 其岩石开挖的难度和精度要求 在陈之焕他们看来 施工队终于可以放心地继续开挖了 2019年4月 耗时一年 跨度48米的尾条式穹顶 正式成型 奇思妙想的设计 加上完美无缺的施工 杨飞和陈之焕他们 共同完成了这件水电作品